大家可能會在Big Big Voice 見過我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一個歌手 兩年前開始 在Instagram有一個賣甜品的店 都是自己創作 好像我音樂一樣創作出來的成果 Hello Big Big Chef 的朋友 大家好 是我Tiff 新年又來了 今天就會教大家做一個抹茶沙翁 因為新年通常大家都會聚在一起 通常口癢都想找點東西吃 抹茶沙翁一口就適合了 材料都不是很複雜 有水、奶、牛油、麵粉、鹽、抹茶粉、雞蛋和白砂糖 首先我們要把水、牛奶和牛油放進一個鍋裡 然後我們就會開中大火 讓牛油溶和水滾 好了 我們在牛油的混合煮滾的時候 我們同時可以把抹茶粉倒進麵粉裡 還有我們加少許鹽 我們就輕輕拌勻就可以了 牛油也都溶完了 我們就要先關掉它 把麵粉全部倒進去 然後我們就拌勻它 大家就會看到一個好像粉糰的東西 就會形成了 我們之後看到它均勻了 我們就要開火 一個小的火 就去炒這個粉糰 炒大約一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底部已經有層薄薄了 我們就把這個粉糰放進一個大鍋裡 我們就按壓它 按壓它的原意就是讓它降溫 摸一摸就可以了 因為都不太熱了 我們下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有雞蛋 我們先發了它 輕輕地 因為我們是不知道每一次 雞蛋多大 還有我們的粉糰其實是多濕 所以我們就要逐少逐少倒進去 讓粉糰吸收掉蛋汁 你會看下去 為什麼好像不太成功 為什麼好像混不著 但其實不用擔心 你慢慢一邊攪拌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慢慢吸收 大家看到 剛才不是本來一塊塊 好像混不均勻 但其實現在已經是 吸收了蛋汁 我們就可以放下 剩下的蛋漿 我們就攪拌它 大家看到這個糰已經完全混和了 其實怎樣知道它的濕度可以不可以呢 所以我們拿刮刀來捉一刀 大家看到有一個這樣欠頭 已經可以了 現在我們準備了一支油 這支油 Macht 就必需要一些沒有味的油 其實鋸花籽油那些 最適合了 那麼我們就先 Burger 如果我們太大貨 它很快外面就已經金黃了 但是裡面是未熟的 我們就會筆一個球 就開始炸了 大家看到它有泡泡感是OK的 因為我們是不可以用太猛的油溫去炸這個球 我們也不要放滿鍋子 因為一會兒這些沙翁是會發大 如果我們放滿鍋子的話 一會兒它們就沒有位膨脹 那就不太好了 我們剛才也放進去炸了 炸了大約五分鐘左右 怎樣知道它們行不行呢 其實我們拿筷子也好 拿些東西就這樣按一按它 你看它有回彈的能力 而且它很輕的了 其實就已經是OK了 但是在上來之前我們要有個步驟 我們就要開大火一點 拿大火逼油 而且你看到已經金黃色了 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撈這些沙翁上來 就放進一個廚房紙就隔了油 那我們就做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這個沙翁球放進去這個砂糖的碟裡 然後我們就一直滾滾滾滾滾滾到它整個外面都充滿砂糖 這樣就完成了